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 真的我觉得现在这些人网络上的人我不知道各种理由可以找到你的那个什么对吧 我如果皇宫输了他说我操作菜 我如果赢了皇宫他说我说我请演员 观战方是天下啊雪山的五开啊经常去勾魂技工团队的人和技工是生死大恨 我和他的话也是有意切磋啊 两个之间的话就打着玩啊一千万好吧 采金也不多就一千万 嗯他赢了我给他一千万 他输了他给我一千万 一位二观战方是175的女儿和175的那个呃武装 武装变的是蛟龙卡啊 女儿了变成什么卡我忘了啊 没有注意看好吧 我们可以看这场比赛啊 我每一场比赛我阿坤啊给你们说一下 我每一场比赛都想赢谁他妈想输比赛呀 对不对都想赢比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场啊 对吧 敲他然后我是拿到的是一术啊 这一波的话我直接来那波催眠催眠进行两个单位都中了啊 他敲没有敲到运气比较差啊 没有敲醒 我这个时候一如反顾直接拉出地厅 他再一敲还没有敲到 那我只有给他加个战敌了 本来我想他如果敲动我催眠他的对不对 然后加个战敌加加一下伤害啊 看这一波输出 他直接五龙解掉女儿 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 就看这一波能不能秒死了 好吧 来第一下 两千两千两千三 第二下 三千一千九两千三 第三下 三千一千八两千三 还剩一个女儿村啊 第四下 我这个呆的是法联套 没有出一次法联 如果出一次他也直接死了 后面后面直接拿个顺法出来 解决战斗 好吧 我拿的是艺术 他也没机会找宝宝 赢得比赛 反正就凭实力赢得好吧 谢谢